美國聯準會降息決策即將揭曉 市場觀望氣氛升溫 台股十六號買盤縮手 成交量只有兩千三百一十四億元 創下八個半月來新低 中廠上漲九十點收復月限大關 新台幣對美元則重返三十億元價位 最理想就是降息印馬 然後點陣度出來就是今年降兩馬 由原先的六月份的印馬 變成兩馬 然後明年四馬 後年四馬 整個降息循環是十馬 這個我覺得對股市是最好 陳怡光認為最理想的狀況 台股中秋後將變盤向上挑戰季線 情境二則是今年降息三馬 明後年各四馬 整體降息共十一馬 股市微幅下跌 如果今年降四馬 明後年共降七馬 顯示美國經濟衰退 將拖累股市表現 現在有把台股這方面的就是投入的資金有稍微減少一點點 然後把債券的那個部分有稍微提升一下 比起聯準會這回降息吉馬 即將公布的點陣圖更是焦點 《理財》暢銷書作者羅伯特欽奇建議投資人趁著聯準會利率決策轉向前購買黃金 白銀 比特幣 看好這三種資產將迎來爆發性成長 鮑爾對於通膨及昼夜市場發表的最新談話 也將成為牽動股市的關鍵 全球投資人屏息以待 三例新聞 張宏泉一例請綜合報導